做真人 做正人 正人才是君子 真人那才流放百事 我们要做圣人 不要做小人 小人就是肩肩想占人家便宜 圣人就是每天要想着帮助人家 从回精听计就 要懂得圣人就是学佛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懂得要守戒 那么要得到智慧 那么得到智慧除了自己开悟 站悟顿悟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也可以得到很多智慧 这个方法很多人已经用了 今天下午有三百多个人用了 这是什么方法呢 拜师可得智慧 因为观世音菩萨 就是有智慧的菩萨 所以跟着有智慧的师父学 你就能学到智慧 所以我们用智慧来冲洗 每天冲洗自己的灵魂 让自己肮脏的东西灵魂 全部冲刷干净 让我们的心更加贴近 观世音菩萨 所以不想跟你们讲太多东西 其实台长我可以告诉你 我什么都看得见 你不要说的金鱼的 所以你们家的床位 上面放一个什么东西 我都看得见 明白吗 其实太浪费 浪费楼台长的能力了 我待一会儿帮你们看图腾 当场说出你们身上的毛病 身体不好 家庭什么什么都说得出来 然后用这些来指导你们 好好的学佛修行 来改变命运 大家记住一句话 能够说出并不是一个总的目标 就像医院人一样 有X光 有超声波 有什么什么 X-ray 还有那个Ultra Sound 他所有的这些仪器 是检测你身体有没有毛病 但是真正的目的 是让你身体好 台长今天 帮你们看出图腾 你们身上有很多毛病 这是一个方法 治疗的方法 但是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要你们 好好学博念经 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要修行 要懂得 要念经 要许愿 还有什么 大家告诉我 你们真是我的好弟子 打死冲了 你们不要你们是台长的好弟子 因为观星菩萨在我身上 所以你们是观星菩萨在我身上 好弟子